例如3.2 以下的例子和Practice 都在說 如何找一個 Domain of Function 即是簡單地說我們找 X 可行的範圍是甚麼 各自都有些古怪的東西 這個有開方,A Part有開方 B Part有一個墳墓 C Part也有一個墳墓 我們要去逐樣處理 留意計算方法 A Part 先,A Part 說甚麼呢 Y 等於開方 X 減 1 其實我們會怕甚麼呢 我們怕開方內的負數是負數 所以我們希望考慮開方內的負數是大於0 那你是不是有X 減 1 大於0 X 要大於1 這就是它的 Domain 所以你可以說回 Domain of Function 就是 All Will Values All Will Number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Domain of Function 是要寫一些文字的 當然,我知道有些同學會覺得很難,怎樣寫 你要慢慢學一下寫,因為英文也要懂得處理 好了,去到B B Part又怎樣呢? 它現在下了墳墓 X 在墳墓 我們會怕甚麼呢? 其實我們會怕墳墓是0 所以我們就先設定 所以我們先設定它0 而我們先設定 X 加2 那甚麼時候是0 你發現X 等於負數2 它就會是0 所以這個Domain是甚麼呢? 甚麼都可以 除了就是X 等於負數2 OK? 那你寫分一下 Domain of Function It's All Will Number Exact 負數2 這樣 這樣 C 又是在墳墓中 這次有一個X 二次 做法也是一樣 我們沒有找出來 Consider X 二次減3 我們怕它是0 我們就設定它等於0 那你有X X 減3 等於0 X 等於0 或者 X 等於3 那即是說 0 和3 都不行 OK? 那寫回 Domain of the Function 是 Domain Volain 除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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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和3 除了 除了 0 和3 除了 它中間沒有理解的關係 純粹是說0和3 就是理解而已 谢谢大家